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李白自己的一段里程 今天的诗题目是早发白地成 大家先跟我读一遍 早发白地成 唐 李白 昭慈白地 彩零间 千里将临 余日还 两岸人生 提不住 在第二讲中 我们就说过 古代交通不发达 最舒服 最方便的旅行方式 就是坐船 所以长江 就成了古代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 这首诗讲的就是李白 从长江上游的白地成 到长江中游的江林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的一段行程 这首诗的题目 早发白地成 白地成是地方的名字 在现在的重庆市 是凤杰县 白地山上 是长江上楼的一个地方 发是出发 这没什么问题 早呢 就是早上 清晨 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作者在诗的题目里 就强调了早 那么特别强调这个早 就不简单了 我们回忆一下 前面学过的孟浩然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名 就是很简单的 说明了这首诗的内容 但是这一首早发白地成 却没有说 李白从白地成到江林 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在写这首诗以前 李白的身份是罪犯 因为他得罪了皇帝 被流放到贵州 当他走到白地成 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时的朝廷宣布设立 他不用去服行了 这当然是令他高兴的事情 恢复自由的李白非常开心 他一分钟也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他要马上回到熟悉的地方去 所以一大早就坐船向江林出发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特意在这首诗的题目里 强调了这个早字 我们读完全诗以后就会发现 整首诗都充满了一种 因为重获自由 而产生的快乐 甚至兴奋的感情 诗的第一句 朝辞白地 踩银间 朝就是早晨 又一次强调了早 强调了作者迫切希望离开这里的心情 诗是诗别 在前面的 《黄鹤楼送梦浩然之广云》里 也有故人西词《黄鹤楼》的句子 这两个句子里的诗 意思是一样的 彩云间 彩色的云霞 一来呢 白地城坐落在白地山上 离开白地城 站在船上 回头望去 会觉得白地城好像在云间一样 很高大 二来 彩色的云霞 不但说明天气好 而且也暗示了作者的好心情 在古代的诗歌中 心情常常是跟天气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句 千里江陵 一日还 江陵是我们现在的湖北荆州市 它距离白地城 确实有一千二百多里 也就是六百多公里 一日说明船很快 白地城在上游 江陵在下游 顺水行船 当然很快 所以快是事实 但是不管怎么快 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到达 只能说作者使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自己无比兴奋的心情 好像一下子就离开了让自己感到不愉快的处境 即将回到自己熟悉的快乐的生活中去 这一句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这个环字 环就是回 我们知道一般只有在讲到回家的时候 我们才说回 可是江陵并不是李白的家 也不是他的家乡 他为什么要说还呢 我想李白的意思并不是回到家乡 而是回到那种自由的 稳定的快乐的生活中 第三句 两岸延伸停不住 圆也就是猴子 长江三峡两岸都是山 山上有很多猴子 这些猴子很喜欢叫 这里的停就是叫的意思 不过我们要注意 在古诗中 猴子的叫声 一般都代表悲伤 轻厉 痛苦 等含义 而在我们这一首诗里 李白却改变了这个常见意象的含义 因为船太快了 没等到猴子的叫声停下来 船已经开远了 这里的不住 两岸延伸停不住 不住 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说 作者的船太快了 没等到猴子的叫声停住 船就已经开远了 另一种理解是 猴子很多 叫声也一直伴随着船行 但船很快就过了三峡 也就听不到 也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 也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 这两种解释都可以 诗的最后一句 轻船 轻船已过万重山 这也是我们这一首诗里最精彩的一句 首先 轻这个字非常重要 船要行得快就必须轻 如果是船很重 那就不可能走得太快 舟在古代汉语里是船的意思 万重山不但呼应了前面的千里 说明里头遥远 同时也暗示了作者 这一次其实是从非常复杂 危险的环境中逃出来了 不会再回到恐怖的山里 这里的山既是景色的描写 因为三峡确实两岸有很多山 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 以白对环境和自己的处境的描写 可以说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写法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里 常有一种说法 叫一切谨意皆情意 也就是说 在诗歌中 在诗歌中 所有的景色描写 都是为表达情感的物 或者说 这些描写景色的句子 其实是在表达情感 从这一点来说 李白这首《早发白必成》 实在是经典作品 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句子 都是描写景色 但其实全诗都在表达作者 宠获自由的欢唱快乐 兴奋的情感 我们最后再来读一遍这首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诗用现代汉语应该怎么解释 清晨告别五彩云霞映照中的白地成 千里之外的江陵 一天就可以到达 两岸圆喉的叫声 还在耳边不停地回荡 轻快的小船 却早已经驶过了万重青山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句子 这里有一个词 旧 一天就可以到达 旧是一个常用词 它是副词 一般用在动词的前面 如果它的前面有数量词 或者表达数量意义的其他词 那么旧表示的是这个数量很少 如果旧的前面是某个表示时间点的词 那旧的意思就是很早 我们来看 几个句子 今天作业不难 我半个小时就做完了 第二个句子 我吃的很少 两片面包就够 第三个句子 它一个人就做完了我们所有人的工作 在刚才的三个句子里 我们看到的半个小时 两片面包 一个人都是放在旧的前面 表示数量少 那如果我们把旧放在时间词的后面 这里的时间词呢 是一个时间的点 那它表示的意思是早 比如说 我们看 我一班六点就出门了 他五岁就来中国了 这几个句子 这几个问题 我们上个学期就学完了 那在这些句子里 六点 五岁 上个学期 都表示的是 完成这件事情 或者做这件事情的时间 比较早 下面呢 我们来看几个句子 这几个句子里啊 旧应该放在哪里呢 我们看另一个句子 现在的高铁太快了 从北京到上海 四个半小时 够了 第二 半年学会一种语言 你真是太聪明了 第三 他星期五 把星期一 要交的作业 写完了 我们应该把旧 放在哪些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几个句子的答案 第一个句子 现在的高铁太快了 从北京到上海 四个半小时 旧够了 旧 放在四个半小时的后面 表示时间短 也就是 数量少 半年 就学会一种语言 就放在半年的后面 同样 表示的是数量少 或者说 时间短的意思 他星期五 就把星期一 要交的作业 写完了 这里的星期五 是一个时间的点 那我们把时间的点 放在旧的前面 表示的是早 星期一要交作业 星期五 写完了 说明他写完的很早 怎么样 大家做对了吗 这是我们第二个句子里的旧 在我们最后一个句子里 我们还看到 轻快的小船 却早已驶过了万船青山 这里有个词 却 那却呢 是一个表示转折的副词 它是轻微的转折 那意思就是 句子后面的部分和前面的部分 意思是不一样的 一般也是要放在动词的前面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妈妈喜欢看电影 爸爸却喜欢看电视 那妈妈的看电影和爸爸的看电视 意思不一样 放假了 我想去旅行 朋友却想在家睡觉 我想去旅行 朋友想睡觉 意思不一样 下课以后 我觉得特别饿 可是到了食堂 却又不想吃了 觉得特别饿 是想吃 到了食堂 又不想吃了 意思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用一个却 我们在第三个句子里看到 可是这个词 那么却 可以跟可是 但是 这些词一起使用 刚才的句子里都可以加上 可是或者但是 比如 妈妈喜欢看电影 爸爸却喜欢看电视 我们也可以说 妈妈喜欢看电影 可是 爸爸却喜欢看电视 放假了 我想去旅行 朋友却想在家睡觉 我们同样可以说 放假了 我想去旅行 可是 朋友却想在家睡觉 却和可是 但是 用在一起的时候 意思不会改变 那么 我们下面给大家留一个小的作业 请大家试一试 能不能用自己的话 再说几个 有却的句子 我们今天的课文 古诗是 早发白地成 那李白离开的这个白地成 在哪呢 在我们今天的重庆附近 重庆和四川 古代被称为巴蜀 或者巴鱼 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 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提起四川 我们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我相信呢 很多人一定会想到 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大熊猫 没错 大熊猫就生活在四川成都地区 这种黑白相见 圆滚滚的可爱动物 历史可真不断 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至少八百万年了 人们称大 人们称大熊猫为活化石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也是世界自然精进会的形象大使 对于现代人来说呢 大熊猫的生活 真可以说是非常幸福了 它一天中 有一半的时间在吃饭 另一半的时间呢 用来睡觉 大熊猫的食物 主要是竹子 竹子营养成分很低 所以大熊猫不但要吃很多竹子 而且平时呢 也不喜欢运动 避免消耗太多的能量 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里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大熊猫的数量一度下降得非常快 所以中国从很早就开始了 对大熊猫的保护 现在大熊猫的数量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恢复 野生大熊猫的生存状态 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大熊猫也是重要的礼物 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 有益的桥梁 毕竟哪个国家的人 不希望能在自己国家的动物园里 看到几只可爱的大熊猫呢 巴鱼地区不但能够看到大熊猫 而且呢 这里也享受着中国最优质的白酒 早在隋朝 也就是公元六世纪 产于今天重庆地区的名酒 徐米春就已经是皇家专享的贡品了 那要想得到好酒 我们首先要有好水 重庆也就是古代的渔州 就是因为当地的水质特别好 因而能酿造出最轻最烈的好酒 直到今天 中国最好的酒 仍然大部分来自 重庆 四川和贵州这几个地方 那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 你说哪个城市是最适合生活的 我想十个人里会有八个人里是成都 成都最著名的特产 当然是火锅 但是同时呢 我们大家也别忘了 重庆 四川 成都这些地方呢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特产 叫做蜀秀 蜀秀从东晋时期开始就被称为蜀中瑰宝 蜀秀以软段彩丝为主要原料 它的针法包括了十二大类 一百二十二种 具有针法严调 针脚平积 变化丰富 形象生动 富有立体感等特点 今天 蜀秀是与苏秀 香秀 月秀齐名的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2019年10月 蜀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银产 代表现象的保护单位名单 蜀秀 以其纯熟的工艺和细密的线条 跻身于中国四大名秀之力 在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中 逐渐形成了针法严谨 片线光亮 针脚平齐 色彩明快等特点 蜀秀用成都地区炼染的各种散线 也就是比较粗松的丝线 或者丝线 也就是比较细紧的丝线 秀次于本地所造的绸缎上 由于选料和制作认真 成品呢 工艰 料石 价廉 所以啊 蜀秀长期以来 行销于陕西 山西 甘肃 青海等手 颇受欢迎 在四大名秀中 蜀秀是针法最丰富 在四大名秀中 蜀秀是针法最丰富的 有十二大类 一百三十多种针法 各种针法 交错使用 变化多端 或粗细相间 或虚实结合 阴阳眼镜 表现无疑 这些传统 这些传统技艺 既长云刺绣 花鸟 鱼虫 等细腻的功底 又善于表现 气势 残薄的 山水图景 刻画人物 也 冰针传绳 解放以来 蜀秀的针法和线迹 又有所创新 比如表现动物皮毛质感的交叉针 表现眼目发际的螺旋针 表现礼仪鳞片的虚实覆盖针等等 大大分出了蜀秀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 蜀秀 富极中华传统艺术的灵迹 蜀秀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起源于夏节时期 西汉时期就满腹参与 蜀秀在民间也广为盛行 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中 这位正在刺绣的 便是现今蜀秀佼佼者中 为数不多的男性传承人 吴学强大师 蜀秀是一项极细的手工活 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秀出的每一针 每一线都很讲究 这样 秀出来的东西也是活灵活现的 很精美 蜀秀第一步 上料 蜀秀的取材也很有讲究 由艺人们根据民间 极庆词句或流行式样 在秀片上用白色的颜料 自行描绘织制 蜀秀第二步 上绷架 将绘制好的秀底 压在绷缸的槽内 卷转绷缸至秀面宽窄湿度 用称子固定 在两端用线拉开绷紧 固定好秀底的长度和松紧度 蜀秀第三步 配线 分线 及秀 蜀文化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颜色丰富多彩 在秀制前 要根据题材 选择不同颜色品质的秀线 然后根据图案的细致程度 进行分线 历史上最多能够将一根蝉丝 披成六十余份 蜀秀有132种中法 讲究针脚整齐 线片光亮 紧密融合 车拧到家 最常用的便是用韵针 来表现秀物的质感 纯手工的刺绣 确保了画面逼真 造型多变 图案精美 体现了秀物的光 色 形 把秀物秀得微妙微小 任何一件蜀秀 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 这些独到的记忆 蜀秀 精致的图案 寄托了秀娘们 对美的追求和美好的主缘 希望有更多的人 活在这样的 诗意浪漫里 如果你有机会 来到中国的四川 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去参观一下 位于四川省 广汉市附近的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三星堆遗址 分布面积 12平方公里 距今已有5000年 至3000年的历史 是迄今 在西南地区发现的 淡围最大 延续时间最长 文化内含最丰富的古城 古国 古蜀文化遗址 现存保存最完整的 东西南城墙 和月亮湾 和月亮湾 湾内城墙 三星堆遗址 被称为 二十世纪 人类最伟大的 考古发现之一 招式了 长江流域 与黄河流域一样 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被誉为 长江文明之源 八余地区 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宝库之一 也是一个充满魅力 适合生活的好路 欢迎同学们 有机会来这里参观游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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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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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于一体的全力化身 时至今日 我们对他的了解依然有限 他手中的虚空 可能会成为永远的谜 三星堆供出土了四件 带有黄金面罩的铜头像 这一面黄金面罩厚度极薄 制作工艺颇为复杂 古蜀匠人首先把黄金提纯 再根据铜人头像的形状 把黄金细细垂液成薄薄的金箔 然后借助生妻 把二者紧紧贴合 在世界考古史上 古希腊与古埃及 都有黄金面罩的出土 考古学家推测 两地与古蜀国 或许存在着文化非地的可能性 不同的是 那些黄金面罩 是用来罩住法老逐渐萎缩的脸 而在三星堆 却是用于铜人头像上 三星堆的铜人头像多用于祭祀 这些头像也许代表着受人顶礼膜拜的人 因此有推测称 这些金面罩是古蜀人为头像装点的黄金皮肤 以表明他们的特殊身份 是面罩还是皮肤 恐怕已无人可下定论 只是这金箔之下透露出的权威和神圣感 将一直金光异异 青铜太阳形器一经出土 便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 它仿佛是一个汽车方向盘 而实际上 它的造型简约而不简单 整体呈圆形结构 正中央的凸起代表着太阳 放射的五条线代表着光芒 外围的圆圈则代表着太阳的光运 整体象征着古蜀人的太阳崇拜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 都有太阳崇拜的象征意义 比如青铜大利人 青铜神树等 都带有丰富多样的太阳纹饰 万物生长靠太阳 在几千年前 人们就深知这一道理 令人不解的是 古蜀匠人们如何将青铜器 铸造成规则的原型 又如何再将其进行五等分 也许古蜀人对于科学奥秘的掌握 超乎现代人的想象 三千年时光疏忽而逝 太阳东出西落依旧 历史长河中的古蜀文明 璀璨已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 老子 昨天天也有发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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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是不是在 感谢观看 不知道你今年多少岁了 哇 我很老了 你呢 你多大了 今年我十岁了 我应该有三千多岁了 具体是多少 看到的还要是有三千多岁了 快去找你妈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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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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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找了你好久好久 傻孩子 是妈妈找了你好久 妈妈 他们在这里会孤单吗 会不会也想念自己的妈妈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首李白的作品《早发白地成》 朝辞白地 彩云间 千里降临 明日还 两岸人生停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同时呢 我们也学习了两个 虽然不太难 但是非常重要的副词 一个是就 一个是去 这两个词呢 都要用在动词的前面 就不单 放在数量词的后面 表示数量少 那如果放在一个表示时间点的词的后面 就是 时间早 去呢 表示轻微的转折 也就是说 句子后面的意思 和句子前面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巴蜀地区的文化 这是中国历史悠久 文化丰富的一个地区 这里有大熊猫 有最好喝的中国白酒 和鼠秀 同时也有想异世界的三星堆文化一致 请同学们下课以后 认真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过的内容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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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